足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动作片狗咬狗 影片一开场 职业杀手小鹏从柬埔寨来到了香港 跟同伙接上头之后 小鹏按照地址来到一饭店的二楼 很快目标人物炮灰婶和她老公李大爷出现 这两口子可不简单 李大爷是法官 炮灰婶是大律师 夫妻俩这些年可捞了不少钱 吃饱喝足之后 小鹏一不做二不求就把炮灰婶给干倒 很快重案组组长老张带着人来到了案发现场 伟哥是重案有的探员 由于平时吊儿郎当可没少被老张骂 伟哥的爹地以前也是警察 跟老张的关系不错 看着这个整天混日子的大侄子 老张也是恨铁不成钢 根据饭店服务员提供的情况 警方迅速在各个街道设下翻查 其中一辆出租车行机十分可疑 引起了伟哥的注意 这个出租车司机本来是要去街条 可以看被盯上了 即帮虚晃一招撒子聊 伟哥和同事肥林凭着职业的敏感性 意识到这个二十出头的帅哥 很有可能就是嫌犯 接下来是一场追逐戏 双方一前一后来到一大排档 两人一通下悬末 很快就发现了小鹏的藏身处 要说这肥林真是意高人胆大 主动要就当人质 小鹏也没客气 一刀就把肥林的头疼了 随后老张带着人赶刀 很顺利的把小鹏给活捉了 可在返回警察局的途中 由于这帮人疏忽大意 让主叔的鸭子又飞了 警方经过化验 小鹏丢掉到那张照片上 不仅有小鹏和街头人的指纹 还有炮灰使的老公李戴的指纹 李戴这个人很爽快 当时就承认是自己找杀手干掉的炮灰事 李戴说我们俩结婚三十年了 他最近居然说要跟我离婚 还要拿走我所有的钱 哥你你能忍吗 伟哥的爹地龙套叔一年前 中枪之后一直昏迷不醒 由于龙套叔牵涉一宗毒品交易 因此被内务部的人顶上 可龙套叔醒不过来 这事儿弄不清楚 警方根据小鹏脖子上的编号 找到了一些关于 柬埔寨杀手的资料 这些穷人间的孩子 从小就开始接受训练和洗脑 长大以后便成了冷酷的杀手 出来乍到的小鹏 在跟街头人失去联系之后 便开着抢来的出租车 像没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 他来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垃圾厂 垃圾厂里住着一对妇女 父亲鸡贼叔是个禽兽 脑子不是很灵光的女儿 小甜甜整天承受着父亲的虐待 为了暂时藏在这 小鹏首先弄晕了鸡贼叔 然后给出租车司机留了个口气 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 伟哥找到了那个接应小鹏的出租车司机 可出租车司机是一问三目之 伟哥根据出租车司机的来电显示 从资料库里查到了小甜甜家的位置 伟哥的这一行为很快就被警方掌握 老张带着人急忙前往垃圾田面场 小甜甜在和小鹏短暂的相处中 被小鹏的那张脸深深的吸引了 此时的小鹏只想着怎么回萱姆柴 根本就没感觉到小甜甜的花蜆反应 不过小甜甜凄惨的身世 倒是让小鹏产生了侧疑之心 很快伟哥就摸到了小甜甜家 接下来是伟哥和小鹏的一场恶战 眼瞅着自己的欺赏人要吃亏 小甜甜上去就用铁线把伟哥给开幕圈了 苏醒过来的伟哥挣道气的时候 小甜甜那位还没死透的爹地鸡贼叔拍了拍了 精神高度紧张的伟哥看都没看 一枪就让鸡贼叔领了喝饭 要说这阿翔可是够倒霉 开着车刚来到垃圾场 就被小鹏给胖揍了一顿 车也被抢好了 为了找到小鹏 伟哥让县人给他的胡鹏狗友发了虚人启事 由于脚背炸伤 小甜甜很快就昏迷了 小鹏无奈只好带着小甜甜来到了一家福利医院 逼着医生给小甜甜看病 来医院看病的小混伙当时就认出了小鹏 急忙给伟哥的县人打了一电话 由于护士报了警 小鹏无奈只好撒仔聊了 当伟哥和阿翔赶到的时候 小鹏早就跑 接下来该聊聊伟哥他老爸龙套叔的事 本来伟哥从小就以他老爸为榜样 可当他当了警察之后 才发现他老爸一直在暗地里贩毒 为了支持他老爸的行为 伟哥不得已给他老爸来了一枪 然后还得撒谎说 他老爸是在抓捕毒贩的时候受的伤 失望压抑痛苦憋屈 这也就是伟哥为什么一直那么颓废的原因 龙套叔从昏迷中醒来之后 说出了事实的真相 并忏悔了自己的行为 小鹏开车来到码头 杀了传老板之后 开着车回去接小甜甜 这哥们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回去找小甜甜呢 其实这跟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从小到大 小鹏从来没有感受过任何的关爱 他需要爱 而小甜甜正好给了他 这点警方也料到 由于伤势严重 老张决定先把小甜甜送到医院 然后守株待兔等着小鹏的出现 巧的是 送小甜甜上医院的车 在路口刚好跟小鹏的车遇点 哎呀 也不知道这阿翔是怎么想 或者警察局非要带着小甜甜 躲在了一个没人的地儿 阿翔说那杀手一直跟着我 我好怕怕 你们赶快过来救驾 老张说你先别住叫 我带着人马上就到 为了抓住小鹏 阿翔故意把小甜甜给放了出去 可由于业务能力太差 反倒被小鹏把枪给夺走 当老张和伟哥等人赶到的时候 发现阿翔已经被小鹏给控制 双方在对峙的过程中 警方这边是损兵折下 阿翔和老张全都进攻殉职了 虽然小鹏也中了枪 但对身体没有一点的影响 不仅背着小甜甜能剑步如飞 还能开着船一直回到柬埔寨 伟哥从医院醒来之后 本打算跟他老爸聊两句 可没想到他老爸已经戈脉自杀了 小鹏带着小甜甜回到柬埔寨之后 杀手组织的老大说 柬埔寨警方正在通计你 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赶快哪有关哪 从此之后 小鹏和小甜甜相依为命 虽然日子过得很辛苦 但苦中作乐 两人感觉都还挺不错 说有这么一天 小鹏带着小甜甜去做运紧 由于付无级手术费 小鹏只好去找杀手组织老大 希望老大能给他找点活干 老大说你在这儿等着 我马上就回来 不一会儿 小鹏听到身后有动静 他扭头一看 发现伟哥拿着刀出现了 原来伟哥为了找小鹏报仇 只身来到了柬埔寨 他跟杀手组织的老大达成了协议 他替老大打黑旋转前 老大就把小鹏教育 小鹏一看大事不好撒子就跑 接下来是两人的一场巅峰对比 伟哥挟持小甜甜逼着小鹏自杀 小甜甜一看那能干嘛 意外博主动领了盒饭 影片的最后 伟哥和小鹏由于伤势过重也都死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如果孩子不学好 父母应该做检讨 一旦惹祸犯了事 后悔药科没出找